社区的感染社区的传播之后 事实上要完全的变成 就是说加龄的可能性 已经是非常的低了 当然如果能够加龄 我们当然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很高兴 但是我们并不是以加龄为目标 加龄变形回不来 先不用太沮丧 国内14日只新增17例本土个案 再创三级警戒以来新低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入境人数在没有增加的情况下 境外移入个案却一口气暴增实力 指挥中心研判 很有可能是国际Delta病毒肆虐导致 对内催打疫苗 逐起防护网也成了当务之急 防疫是全民一体 那有疫苗 那我们就要打 把既有的能够拿得到的 有进来的 那尽量的能够在有效率的 让想要打的人先打到 如果不想要的 那可能就只好等 因为现在目前是 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进货 喊话有疫苗就要打 全力冲刺国内疫苗覆盖率 13日单日接种数也创下新高 来到242352人 含盖率17.02% 而被问及数日是否将有三批疫苗 接力抵台 陈时中这么说 日本政府捐赠的明天下会到 那其他的好消息 我们确定了以后 再跟大家来做确定 自购疫苗何时来还没有个定案 但目前国内现有的疫苗库存 以及未来陆续抵台的疫苗 都是以AZ为主 民众若想选厂牌接种 恐怕还得再等等 欢迎新闻将博伟黄佩海 台北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